眼前这个为旅客亲切直路的00后女孩名叫朱荣超 现在是长春车站派出所的一名见习警员 春运开始以来,朱荣超一直非常忙 这也是他带上父亲警号工作后服务的第一个春运 2015年,朱荣超的父亲在出警过程中受重伤,不幸牺牲 2022年,朱荣超从警校毕业,父亲的警号重启,待在了他的胸前 他告诉记者,自己最初并不知道会佩戴父亲曾经的警号 组织的安排让他既惊喜又温暖 现在把父亲的警号传承给我,我觉得就像我的父亲在我身边一样 两次国家励志奖学金,三次校奖学金,三好学生,文明学生 带着优秀的成绩从警校毕业,进入到工作岗位后的每一天 朱荣超都以最认真的态度完成所有执勤任务 车站巡逻防控,职守安检三平岗,视频监控,为旅客服务 虽然工作时间不长,但他适应得很快 大包小果的行李,摩肩接踵的人超 朱荣超站在人流量最大的进站口,仔细观察着来往行人 如果发现有需要帮助的旅客,他会快步上线,听寻对方需求,积极解决问题 虽然平时工作中帮助旅客的事情都是一些小事 但是我觉得我穿上这身警服,这就是一种责任,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 按照工作计划,今年的年三十儿朱荣超将在值班中度过 这将是他第一个不在家的春节 他说,母亲十分支持自己的工作,就像曾经支持父亲一样 警号030695,现在有了第二次生命 在这个酷似父亲的女孩胸前熠熠生辉 朱荣超表示,他会带着这枚警号完成好自己该进的沉甸甸的责任 现在政治春运期间,客流量变大,工作量也随之增多 我也会继续向前辈们学习,学习如何办案,如何帮助旅客 虽然有压力,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动力 我也会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,做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